欢迎大家观看 创围光服护用电站施工教学视频 阳光棚踏刊 现在介绍阳光棚踏刊草图绘制基本要求 草图需用尺子做图 按照上北下南方向绘制 尺寸朝图指一个方向标注 各细节尺寸简洁明了 能够描述出屋顶样式 屋顶测量必须要从女儿墙 围水外墙或者天沟外延尺寸开始测量 标注线标注箭头 所有尺寸标注为外尺寸 从屋面俯视图观察的屋面结构 看得见的用实现标记 看不见的用虚线表示 女儿墙或围水可以采用粗线体现宽度 现在介绍阳光棚踏刊草图中应包含的内容 1.客户信息 首先在提供的草图模板填写客户信息及踏刊人员信息 2.地理位置信息 根据现场情况填写项目地理位置精纬度 手机卫星地图指南针可看 填写房屋朝南角度 180度为正南 单坡朝向角偏东或偏西不得超过60度 并在无人机图上标注方向 南向需和草图对应 3.标注尺寸信息 包括屋面及障碍物信息两项 其中屋顶外形尺寸 需标注屋顶各条边长度 若为一型屋顶 还需给出其他尺寸辅助作图 例如两条相邻的边角度及对角线长度等尺寸 障碍物信息分为屋顶障碍物和房屋周边障碍物 屋顶障碍物一般为水塔、水池、太阳能热水器、山墙、烟囱等 需标注屋顶障碍物是否可降低、可移除或不可移除 如可降低、一般为水塔 需标注降低尺寸 如可移除则注明可移除即可 如不可移除 一般为需要标注外形尺寸和定位尺寸 房屋周边障碍物 一般为电线杆、房屋、树木、电线等 需要确认是否对房屋产生遮挡 标注方位与屋顶的高度差和相对距离 最少南北以及东西方向各标注一个尺寸 四、房屋结构信息 现场量取楼板厚度并填写 五、配电箱 配电箱是否带电表位 入户线长度 标注是否需要配置防护罩 六、安装方式 注明单面坡或者人字坡 人字坡需要标注入户门位置 填写安装朝向 七、悬条范围 明确户主对屋顶的覆盖要求 和组件探出屋面范围的要求 八、其他信息 客户是否有其他需求 若有请标注 如高度要求 是否要留采光等 以上为本章节讲授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